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新唐人电视台中国禁闻节目 1月17号出版的最新一期南方周末 刊登特别更正 就先前遭广东当局删改的新年献词出现的错误加以说明 这个署名南方周末编辑部的更正声明 除了指出2000年前的大雨至水 众志成城和南方周末第10577 这三个事实性错误以及错别之外 还说报纸编辑出版全链条的每一环 其规范流程永远需要尊重与遵守 我们前所未有的认识到这一点 南方周末这个语言不详的简短声明 让已经趋于平息的南州事件再次引发热烈讨论 有网友指出声明没有说清事件全貌 该由谁负责 而有的网友则说这是欲言又止 无法言语的无奈 也有人质问规范流程永远需要尊重与遵守 谁真正应该前所未有的意识到这一点呢 还有网友质疑说这就是最后的结果吗 不是非要闹的你死我活 只是凯探那些在南方报业集团总部大楼门口 被喝茶被扣留的人 他们的抗争是为了这个结局吗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1月16号发布的2012年年度报告说 中国在社会自由度两项主要指标中 政治权力一项得分最低 公民自由一项得次低分 整体被评为不自由国家 报告指出2012年 中共领导人还在继续实行世界上最复杂 最老道的政治控制 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说 台湾、韩国和日本在两大自由度指标中 都获得最优级 整体评比列为自由国家类别 而香港在政治权力一项中 被列为五级 公民自由为两级 整体评比列为部分自由地区 此外越南和朝鲜也被列为 整体评比不自由的国家 据茉莉花革命网站报道 1月16号上午10点 在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 城管与一家内衣店员工发生争执 期间店主兄弟被十几个城管围殴 导致兄长重伤昏迷 城管暴行激起民愤 近千民众包围城管 要为伤者讨回公道 当局出动100多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 武警以及民兵解围 另外1月15号在深圳市保安区福永镇 也发生一起城管暴力驱赶街头 卖艺的残疾人 而引发上千群众围堵事件 双方发生冲突导致交通瘫痪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al-q时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结案